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今天选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与副委员长及秘书长 经过上午的票选 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名一序为 王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耀耀 吉炳轩 爱立更一鸣八海 万二乡 陈竹 王东明 白马赤林 丁仲理 郝明金 蔡达峰 吴维华等14人 其中张春贤 曹建明两人的当选受到外界瞩目 而常委会委员长及秘书长则分别由栗战书杨振武出任 在本届的新名单中 排名第一的王晨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排名第五的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王晨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被看好成为本届全国人大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人选 今天的选举结果相当符合外界预期 曹建明是现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也是中共第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 先前关于他的动向较少人提及 而张春贤则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人选中最受瞩目的副委员长 原因是因为张春贤原本是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委员 而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却在2016年8月被调离 直到两个月后才被派任到中央党建工作担任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而在中共十九大被降职为中央委员 引起多方揣测 如今张春贤确定出任中国人大常委会排名第三的副委员长 也让他的去处终于获得确定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